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真不懂啊 开家长会那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那是百花争艳的地方啊 真的 百花争艳 你看 你说我这样给我直的去开家长会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种艳压群芳的感觉 永二乞纳目 我发现真的 时尚车的事你是一点都不懂 真的 一点都不懂 孩子 真的是 你妈又没长成柔嬷嬷这样 你干嘛让她打扮呢 如果真长成柔嬷嬷这样 打扮也没有用了 是不是 打扮还真是没有用 所以说你借我这个衣服穿 干嘛呀 干嘛呀 衣服干嘛 我直的要开家长会 你这是孩子要面子 你这事皮比我这事皮好 你孩子要什么面子 首先啊 在公共场合 打扮得体那是对别人尊重 但是你一个孩子 你要什么面子 你不能挑剔你的父母啊 更不能对你父母提出无理的要求 你是个孩子啊 真的是 哎你觉得我刚才那儿带去好还是这样呢 这位置 我哪个位置好 我得去洗洗眼睛 我看到脏东西了 真的 你啊 你顺便洗洗嘴吧 你嘴太损了 你嘴脏 真的 你啊 念下一道皮吧 你啊 赶紧去洗去吧 让我念皮了 知道吗 龙儿车纳母 龙儿车纳母 我跟爹爹一起坐马车回老家 爹爹不给我买票 上车后让我躲到行李后面 路上被捕快叔叔发现了 让我爹爹补票 可爹爹竟然说不认识我 我好伤心 皇后娘娘 爹爹是不是不爱我 简直是作孽 真的是 人家怎么是作孽 人家省吃俭用怎么了 省吃俭用跟不认自己孩子 那是两回事 那家里就没有钱 那怎么办呢 没有钱 你干嘛要做那种交通工具 换成便宜点的 牛车 马车 再不进 弄两只猪 骑着跑呗 那这次是我真错了 你就没对过 娘娘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小孩子内心是非常脆弱的 不要因为一时失误 一时贪小便宜 就给孩子造成了 无法弥补的伤口 对 讲得真好 还有你记住啊 如果你现在贪小便宜 伤了孩子的心 那等孩子将来长大了 是不是也可以贪小便宜 伤你的心呢 他可以不认你啊 对不对 这么简单道理 是不是柔模吗 对 皇后娘娘说的对 这道理我都懂 但是为什么咱俩 上次下馆子吃饭的时候 买单的时候 你就说不认识我呢 你不能让我顿顿请啊 我顿顶宫总共才有多少钱呢 真的皇后娘娘 你爱钱还是社会爱我 那你倒是想多了 我就从来没爱过你 我儿子今年上小学 可这小子天天耍赖不上学 送他去学校 在半路上还偷偷往回跑 我实在没干法 只好把他装麻袋 里往学校里送 一路上鬼哭狼嚎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卖猪子呢 皇后娘娘 你有什么办法吗 强扭的瓜呀 不甜 如果孩子实在不爱学 就不要让他去学了 对不对啊 不要听容萌萌瞎说 你的孩子不愿意上学 有可能是刚换了新环境 不太适应 还有可能受了委屈 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你一定要问明白 对症下药 千万不要使用暴力 另外啊 不养儿不知父母心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一定是费了很大的心血 你不知道吗 容萌萌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是不是刚说 给我侄子开家长会去 你开什么家长会 你那是炫富 比富去了 前两天有个家长 孩子在学校上学 他在外面弄了一辆马车 给孩子做饭 这是上学吗 这是干嘛呀 特别不赞成啊这样 这若买摊 你让熏谷抓了不就得了吗 这种心情我们理解 但这种行为啊 我们不提倡 我发觉一件事 黄娘娘 我发觉 这玩意儿 好像挺管用的耶 你想啊 如果小敏 她要不扫地 咱给她装进来 要是蕊不给咱俩送出蹄 我也给她装进来 要是她特别想我 却没时间来见我 也把她给装进来 我看看 呀 大脸 皇上在里面呢 快进去看看 大脸 大脸 荣儿来了 皇上你在哪 皇上 让我们永远地拥挤下去 皇上 皇上 怎么可能有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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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是否很多好 为什么 别人在那里看门话 我却在行李架 把车上来打话 爸爸笑完游戏 我却靠在墙壁 当过的想哭泣 你说要一个空间的妈咪 但却当一位平凡的母亲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 长大后就开始懂得这个话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走错的网路少 迷茫的时候少 牵牵合作人来自父亲的眼里 耐心和喜来自母亲的唠叨 曾经的正常未来的美好 曾经的坐视回忆里的河 有空就多回家看看 家里才无私的尘埃 听爸妈的话 别再叛逆了 想乖乖长大 没有接近呀 父母的白发自己也有了 辛苦和艰辛都为一个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